这个各位比较少见,在城市的 这个是反焚化炉监督联盟,这是在北 他们是半月的时候社区的居民冲到焚化炉里面去 把车子燃一下,看里面垃圾里面 在一些不应该站的东西 你说我焚化炉被你带了 所以我就要做到一个叫做环境监督 其实他们这个东西你看起来好像没整脑气 可是它促成了台湾的进展机制的一个管制 这个南下的东西很精彩,谈簧床什么都有 他们后来抓到一件很厉害,连这个车子都造假 这间民进公司把自己图成叫做台北市环境清洁队 这东西后来还被告上法院 也就是这种图骑士的监督 其实这个五八十四个是环境运动的一环 就地监督 但是这里面有个东西可能比较少听到 可能比较常听到的是1993年 1993年这个李登辉总统提出《生命共同体》 那任中原那个时候提出会叫社区总体营造 一到现在有没有,社罩什么大家都听 可是各种比较少,1994年6月 民进党里面的新潮流派系 他们提出了一个内部的文章叫做社区运动草根民主新潮事 也就是说当年国民党李登辉总统提出社区总体营造 看是好像社区怎么样,其实他有个很清楚的运动上的论述 就是说他如何去巩固渐渐流失的地方的一些势力 那他的方式其实就是说 再弄出一个叫做社区总体营造 培植另外一批人 可是这个论是政府可以资源 让你在地方去做一些事情 这当然是一刀两刃一体两面 你可能你拿到这些资源 你跟国民党的关系一样 你也可能拿到这些资源 有比较清楚的这个新的社区运造的理念 你可能在原来地方政府跟地方派系里面一些法事 我觉得聪明的是新潮流看到了这个东西 新潮流在民进党里面 各位可能不知道我了不了解 之前比较多在讲的是什么 民进党里面的这个比较讲社会运动 还有比较讲台湾独立的主张 比较都是从新潮流进来的 可是在1990年新潮流看到了这个 新的可能运动路线 社区运造 所以从此之后 新潮流的很多的重要的人 都在经营社区这个部分 尤其是即使在地方参与运动环境运动 都是跟社区运动相结合 各位去看看现在台面上所有民进党 和县市长 几乎都是新潮流 这个是当年他们很清楚的看到 社区运动是一个 未来台湾非常重要的扎根运动 从早期的抗争慢慢转变成社区 那很多的资源就可以 比较正向的结合 当然后来像社区大学 或是后续都是台湾后续一些发展 可是我觉得社区的这个脉络 其实说不定可以从这边也看到一些 政治的一些经济的背景 那我总结上面的东西 其实就我的组织 跟我在观察当时后来讲 就是说台湾其实一开始 就是 这东西是污染的 是什么不好 不要在我家后院 可是这东西如何提升到 也不要在别人的方面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运动一步 我说不要在我家后院 赶走就不管了 对不对 可是当你别意识到 他不要在别人家后院的话 就有可能 不要在我家后院 不要在你家后院 不要在任何人家后院的话 就不要在地球上出现 那不要在地球上出现怎么办 垃圾房不要在我家后院 不要在你家后院 不要在任何地方 那垃圾要往哪里丢 我觉得这个地量 还可能促成去另一类思考 一些政策的可能性 譬如说零废弃 反核 譬如说最后变成是重头 源头的产业 解构的调整的问题 各式各样的可能性 河川的污染 可能到最后去台湾是前头的 我们为何要把污水排到里面去 可能是上面的发展的过程里面 其实讲到很多新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所以千万不要去瞧不起那些 不要在我家后院这些 认单自私 自私有什么不对 一开始从自私开始 可是过程里面需要什么 可能需要NGO 比如说像社区大学 这样我们赔半个赔利 否则他们很容易就变成 最后两个结局 一个怎么样 一个就是被钱打死 给你加把和费金 对吧 你就认了 因为什么 就被黑刀修了 那黑金在地方为什么可以这么盛行 很多LINBY后来没有办法发展 然后更进步的社会运动 甚至是台湾出着一个改革力量 一站这边就被打死 所以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就在想 应该要扮演这个角色 提供如何进阶到这边的一些论述 还有一些公民行动 那是我们当时候的一些想法 所以我们组织后来才改变 叫预设公民行动联盟 我们觉得就是在推进一个公民行动 那我们是一个公民行动的职员团体 所以才有一级结盟 社区串联 那个永续社会 是这样的一些思维的产生 所以大家就各位帮帮到这边 那 我这样才讲一半的 时间已经快到了 所以 我在很会儿的地方讲这东西 包括我现在到中国大陆 要跟他们分享 中国他们现在也问到这个问题 因为 中国政府很怕这个东西 就觉得他是唯一群嘛 那 如何能够让这个力量在中国 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位置 活下来 但是他们现在是这样的 我们也常常在这边做一些照片 所以现在中国有大量的人跑来台湾在学 台湾在世界大陆在干什么 这是一个可以 各位在去观察的一个方向 好 那 我刚刚讲的是2000年之前 都是在这个